那人在中风之前呢 有预兆 那西方医学呢 因为着重在病名上面 所以他们在研究病 他就症状了 症猴他就没有忽略掉它 他认为症猴不重要 因为病就是病 是有症猴 但是他不认为他是主力的 他认为厌血爆瓜 一些指数的数字 对他们来说比较有意义 可是中医来说 几千年来我们不是按照数字 我们凭一个人的感觉一个症状 中风的有症状 中风的症状呢 我把它写重写 症状 第一个 失眠 这个失眠呢 是没有原因的失眠 家里面都很好 然后也没有人生病 也没有什么事情 也没有要跑三点半 钱不够 也没有重病 一切平安啊 任何事情都没有 就是最不好 没有原因的失眠 持续半年 一定中风 为什么 就是血不够 就是血不够 人会睡觉呢 是因为有三个条件 肝肠魂 心肠神 皮肠意 当我们血够的时候 血会归肝 人就可以睡得很好 当你血不够的时候 肝里面缺血 半夜就醒过来 就没有办法睡得很好 缺血嘛 血虚 心是常神 那这个神呢 就是你的注意力 你的可以睡得很好 那如果 这个心 心脏里面的血不够 神没有办法 待在心脏里面 这个神出去 神游 这也会造成失眠 也是血虚的状态之下 好像皮肠意 你想没有办法 脑筋没有办法停下来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打坐 打坐呢 可以让你心情很静下来 你不会想很多 有的人呢 一躺下去 没办法睡觉 就是脑筋里面 哇 很多东西就跑出来 那还有人打坐呢 眼睛 眼睛张开得还好 眼睛一闭起来 哇 什么事情都想出来了 就更麻烦 那这种都不好睡 不好睡 那都是属于 气血两缺的状态之下 这是打个比方 第一个 一定是失眠 失眠 第二个呢 手足 手麻 这个手麻呢 是抱歉 前三指 手前面三个指头麻 肺筋跟腥包筋 还有大肠筋 前面三个手指头麻 这个手前面三个手指头麻呢 代表大概三个月 三个月内 有时候两个月就中风了 一般来说 平均来说的话 三个月之内 就会有中风的机会 第三个呢 竹筋骨麻 就是在竹杨明卫军上面 一路下来 从卫军的竹山里下来 到解析的地方 麻 这个是 大概两个礼拜以内就会中风了 就会时间越来越缩 越来越短 当然这是一个 基本上我们大概一个统计